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清心的人有福了 只思想纯洁 他们没有沾染妇女 人必须先洁净自己的心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经上说这十四万四千人 特别的诚实无伪 刚正不阿 启示录十四章五节 这节经文很有意思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在上帝的宝座前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谎言都已在火湖融为灰烬 有趣的是 耶稣也用同样的话 描述过一个使徒 记得主第一次见到拿弹叶时吗 他说看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这个人心怀坦荡 因此被拣选为使徒 他诚实无伪 所有十四万四千的特征 都可以从使徒身上 找到影子很一致 还有一条特别的线索 经上说他们是出熟的果子 启示录十四章四节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归于上帝和羔羊 不仅十四万四千人是出熟的果子 十二使徒 不是也与主有这种关系吗 他们最先被拣选 并且被圣灵充满 耶稣对他们说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 只复活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他们也是这种特殊的出熟的果子 现在有一项任务 要在十四万四千人的带领之下去完成 他们这一群将要再次接受圣灵的洗礼 他们要将这信息传遍世界 在这个人心刚硬的时代 大家有谁还记得 在五旬节圣灵配将之后 随之有一场很严厉的逼迫 当以色列整个民族所肩负的 介绍米赛亚的使命结束之时 公元三十四年 读使徒行传八掌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那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讲道 圣灵配将到十四万四千人身上之后 结果会是千百万人将归入真理 上帝不会再让挪亚洪水悲剧式的胜利重演 不会只有八个人得救 当主再来以烈火敬念世界之前 撒旦将不得不面对惨败的结局 会有千千万万得胜的人进入上帝的国 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呢 是少数但绝不是少的可怜 主会带着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返回天国 十四万四千人完成任务之后 七大灾会临导世界 上帝在世上的工作结束 天使就会松开执掌四丰的手 大艰难时期 世上从没有过的大灾难会接踵而至 这预言应验的消息已频频传来 上帝希望将他的名写在你的额上 他希望你做好预备 接受圣灵的浇灌 一定要现在就预备 不能等一切都应验后再准备 事事无常 你可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已经错失了良机 再谈谈十四万四千人要住在哪里 这部分很有意思 第四题 得救的十四万四千人将要住在哪里 将会有很多人进天国 我真想现在就去天国 看看他们的住处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 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咱们在开始学习之前 刚听了几首震撼人性的赞师 圣城啊 新耶路撒冷 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谈到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 千禧年之后 经上说圣城会从天降下 现在这座城仍在天上 在圣城中间的乐园里 有座中央公园 就像曼哈顿的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知道是什么 是伊甸园 在伊甸园里是那棵生命树 今天早上本来要讲这个没来得及 第五题 圣经怎样描述这座奇妙的太空城 说它是太空城 因为上帝本将它立在宇宙太空 而将来要移到地球 关于这座城 我们都非常好奇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六节说 顺便说一下 这是真实的城 朋友们 城是四方的 天使用尾子量那城 共有一万两千浮龙 现在不用浮龙做计量单位了 周长差不多是一千五百英里 每侧边长三百七十五英里 差不多是俄勒冈州的大小 倘若这座建筑不仅是一层 那么这空间足可以住三百三十亿人 所以要是你担心那里不够大 耶路撒冷城将会向上冲入云霄 不过作为全宇宙的京都拥有这样的规模 也不算过分吧 总之上帝说你想象不到 有人说黑刀哥 这根本没法让人相信 对了 这说明上帝的话是真的 圣城耶路撒冷 你可能说 等一下 先别换画面 经上不是说城墙有一百四十四轴 又一个四百四四 有些学者想 那是一百四十四轴后吧 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每面墙上都有使徒的名字 抱歉 是十二支派的名字 使徒的名字刻在十二根基上 每门是一颗珍珠 我以前考虑过这个问题 要想找到能做这些门的珍珠 你能想象吗 天国里的贝壳得有多大个啊 很难想象 一个小故事 我得给大家讲讲 几年前有个人在罗德岛州的一家古董店淘宝 在放人造珠宝的篮子里 他发现这枚凶针 看图片 他拿起凶针说 我要买这个 花了十四美元 他知道绝不只值这个价 多方打听之后发现 这枚珍珠竟然是非常珍贵的稀有品种 产自北美的一种圆哈 被称为 珍珠维纳斯 它全身紫色 毫无瑕疵 是一枚大块头珍珠 价值嘛 就估计值几百万 至今还没出售 还在增值 但买下来时只花了十四元 真是个好价钱 咱们走进天国之门 这门竟是一颗无比珍贵的珍珠 维纳斯都没法比 墙是碧玉造的 画家恐怕很难想象 不过他们还是试着描绘着情景 这幅画面有奔涌的瀑布 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透明的玻璃 是纯度最高的黄金 预表上帝的爱 那也是圣城的根基 城墙的十二根基 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 又出现一次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 对了 有位画家 他用经上描述的这些 做根基的宝石 仔细地按顺序排列之后 发现这样描绘出来的画面 竟然是一道彩虹 要是方便再回放一下 是不是很奇妙 把这些不同的矿石名称 按顺序排列 显示出的宝石的色彩 几乎就是彩虹的颜色 而彩虹是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 阿门 主说 我将永不再与洪水毁灭全地 第六题 天国的人是真实的 有骨有肉的人吗 是血肉之身吗 还是都是灵 是鬼魂吗 是幽灵吗 圣经上耶稣从死中复活时 他得了荣耀的身体 是真实的吗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然后他在他们面前吃东西 证明自己是真实的 一共吃了两次 你从来没见过鬼魂吃东西吧 当然希望大家从来没见过鬼 我们会是实在的人 但很多人都以为天国里 人都在云上飘来飘去 经上又说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一节 上帝会在圣城为我们预备住处 人要亲手建造自己的家园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现在电视上最热门的题材就是关于装修的话题 每个人都忙着为地上的家修建房子 却忘了天上的家 我想咱们都应该这样生活 我听过一个小故事 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贵妇 她有个司机 两个人死后到了天堂 在天堂里 这个妇人在天使的引领下游览四周 她见到一座漂亮气派的别墅 坐落在小山上最佳位置 可她自己的房子只是间小屋 也不错 不过很小 于是她问 哇 那是谁的房子 天使说 你的司机住在那里 哇 她怎么能住气派的别墅 而我只有简朴的小房子 天使回答 因为她提前往这里寄了更多的建筑材料 你有没有在天上积攒财宝 第七题 关于上帝崭新的国度 有怎样激动人心的应许 一定要跟上 这太美妙了 以赛亚书33章24节 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 朋友们 但我真的是生病生累了 启示录21章4节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现在的牧师 疲于参赴葬礼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生命死去 不再有痛苦 渔州中不再有刑讯事 不再痛苦 就是再没有痛苦 一切都是新的 就是一切都是新的 若仍有救的罪人受煎熬 就不能说是新的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他们必如鹰 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咱们在天国可以飞吗 可以 有一句歌词 当我飞到新世界 到附座前恭敬拜 万古磐石歌太美好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节经文 但至少经上说了 如鹰展翅上腾 第八题 上帝给凡进入天国的人 怎样激动人心的应许 有六个美好的应许 我要和大家分享 一 看哪 上帝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马丁路德他曾经这样说 足够了 不管你对天国的荣耀期许如何 上帝会亲自与我们同住啊 如果你真的爱上帝 那就是最大的荣耀与喜乐 当你爱一个人和爱人分开 然后和好如初会多么幸福 对人尚且如此 垂木老人在生命将近时 往往说真希望当初多陪陪我的爱人 遗憾的不是工作 不是事业的成功 而是放不下亲情 上帝要将全宇宙的京都都搬到 这个地球上 人要与他同住在永恒的岁月中 共同管理 好